日本的運動 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人機構的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新煉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倒雄指數有下跌5000點的風險 倒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0000點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护了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十天內四次熔斷跌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級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級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贏在拐點 抓趨勢贏在拐點 歡迎收看邏輯博弈 我是李財周刊的副總主币李修峰 這個盤因為這禮拜要進入到台積電法說 所以就比較觀望 當然最重要是下午的國安基金的一個開會 不知道有沒有授權 我也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那麼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今天如果是漲上去的話 大概國安基金就不會授權了 所以它今天下跌有一種必然性 這個必然性在我們的K線圖 或者是技術分析上面 它就比較處於一個比較弱的態勢 第一個就是創新低量 這個低量是今年以來的新低量 我仔細的看了一下 今年最低的時候大概就是在1800億 那這裡是2000 這個位置呢 這位置也是2000 然後這裡 然後2000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1808億是5月3號 5月3號那時候已經上海封城了 那麼這創新低量就比較合理 然後再來是1891億 這是6月份的10號 6月10號這個時候 台股的部分 整個確診人數大幅的飙高 然後連續跌了8天 就是清控股的部分 疫險保單的理賠 出現了這一個大幅的虧損 所以這個部分 到今年的這個地方是新低量 那就有一點點麻煩 因為過去以來 它兩次的新低量 後來都有新低價 那這一次會不會有新低價 然後國安基金有沒有被授權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短線上 大家比較不確定的 但我也不知道說它會怎麼走 不過我們看到就是 今天的收還價 它回到了前天7月7號這根紅線 小數那一天的紅線的一個收盤的位置 這個位置在我們早上的時候 在乾脆角度的部分 有跟大家做一個提示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群裡面 剛剛這個是時間 9點17分的時候 早上9點17分 我們根據它的一個開盤 開盤還有盤中高點 還有當時的一個收盤價 我們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研判 研判的一個依據就是因為說 它前一天的時候收盤是在14460 它大於 略略的高於我們的低向線的支撐壓力 乾脆角 那麼這個部分是屬於遇到支撐 或者壓力的一個態勢 那麼前幾天是往上漲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它遇到了壓力 遇到壓力之後 今天開盤的表現 並不強 開盤表現不強 它的開盤的位置在14478 也就在這邊 就小小的開高 小小開高這個態勢 不是很強的情況之下 然後走到了14520的附近 所以它連一個16分之1的一個角度 都沒有走出來 所以我們大概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為什麼早上那麼早就17分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個訊息發出來了 等於是我在9點10分左右 大概就已經看完這個盤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乾脆角度 好用的一個地方 那麼我們中間的是一些理由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果 結果就是短線上處在哪個位置 14360到14540的一個區間震盪 我們看14360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的收盤價14340 那誤差20點 誤差20點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早上9點多的時候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說 今天的一個活動範圍在哪個地方 那麼整個態勢上面來說 它就是因為台積電要法縮 同一天大力光也要法縮 台積電跟大力光同時要法縮 通常這種情況 震盪就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比較謹慎一點 老市場也都知道 所以今天的台積電量就變得小很多了 那麼看多看空 我個人覺得在我們的群裡面 我們這張圖的部分 我們的一個研判是這樣子 我們理由是 這個地方的走勢 它類似於長榮跟陽明 上個禮拜的時候 在五日均線跟十日均線之間的一個壓縮 最後會突破 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看一下長榮陽明他們的走勢 長榮陽明的部分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突破五日均線之後 然後在十日均線這附近 壓縮了三天 壓縮三天 三天之後迎來了長榮的月營收的利多 然後突破了十日均線 後來的陽明的部分也是一樣 傳來的利多對不對 也是一樣營收的利多 所以他六月份的營收也是一個利多 情況之下大概半年報就不會太差了 所以這個地方為什麼 從這兩天的一個走勢 就可以發現到說電子股 正在等台積電的法縮 可是航運股從除息前到除息後 這一波的一個修正 現在看起來比較利空比較淡化了 所以他就是一個往上走的機會比較大 那麼個人認為現在的台積電他們 或者說大盤 他們大概就是長榮陽明上個禮拜的壓縮的走勢 那麼最終我個人認為說是會往上機會比較大 當然這中間還是會牽扯到一些基本面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三星的部分 三星最近期利空一大堆 然後拖累到整個供應鏈 那麼先前的時候是砍單 手機的部分砍單 現在的部分是說延遲拉貨 那延遲拉貨表面上的質疑來看的話 會覺得說這個訂單還在 應該沒有那麼慘 砍單好像訂單不見了 可是你要知道就供應鏈來說 砍單至少還有單 那麼延遲拉貨 意思是說最近期就是沒有單了 所以這個月的這個單子 三星的部分你就不用指望了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對供應鏈來說 如果說就營收的角度來講 7月份的聯電 聯勇 人就會受到一些拖累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盤面上面 聯電走的就比較坎坷一點 一根的紅線拉起來之後 然後連續兩天的拉回 量縮價跌 當然聯電也要做法縮 台信驗完之後大概沒多久 就是聯電跟聯發科 所以原則上來講我覺得現在的電子股的部分 大概都是會受到財報的影響 那你也動彈不得 因為你要等他講 那你當然事先的做動作 可能會有一些些的賭博的性質 可能賭對了大賺 當然賭錯了 可能就是兩邊錯 所以原則上來講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這個亮縮光望 亮縮光望 那這個亮縮光望 這樣子的一個走勢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大盤指數的部分 就可能也會 也會再重新的來測試一下 再重新測試一下 因為這個新低量對不對 新低量之後他要交代一下這個新低價 至於會不會有新低價 不一定 但是回撤的動作 它是必須的就跑不掉 所以因此很多人就會很簡單的 把它看成是十字均線要即將往下扣對不對 上個禮拜說五字均線往下扣的時候 也出現到一根黑K 那一根黑K也創了一個新低 這個新低完之後馬上就漲起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再往下跌 再往下跌 國安基金勢必會授權對不對 授權不代表說就會開始漲 因為他們都是減便宜的 你要寄望說國安基金把你抬轎 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好像你在做外匯 你希望說央行幫你拉尾盤 或者是幫你抬轎 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他們都很懂得市場清理 你越是期待的事情 基本上都不會發生 所以現在的就是說 融資減到一個程度 信心沒有恢復之前 那麼跌下來的時候 它會減便宜 減那個跌停板 但是你要它拉漲停板 那基本上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方向上面 把它給定好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說粉絲有什麼樣的一個 股票問題 可以在我們的平台上面做一個留言 然後今天的盤中的時候 發現到說早上的玉山金 它就蠻弱的 玉山金的部分 今天的創新低 而且破線 這個部分就比較頭痛 因為7月份有很多的金控股 他們要陸續的出現到出息 上個禮拜的時候有國泰金 國泰金之前是一個氣息 氣息之後現在除息的缺口 也還沒有回補 對不對沒有回補 那麼如果說沒有一個好的示範的話 接下來的部分 這些金控股 可能就會有氣息賣壓 這個氣息賣壓 因為金控股也算是 佔權重的股票 這樣子對指數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 不過我們會比較傾向就是 這個地方因為國泰基金的關係 再跌大概也就是一兩百點 也就是大概13805點附近 所以你就算13800的一個附近 因為這個地方等於是這一次上漲以來的 就從8523 然後到萬8 然後打對折大概就在這個附近 13805的一個附近 所以我覺得下方的風險其實是 還可以接受了 但是就是要選股票 選股票的過程裡面 新融股看起來有一些些 第二季財報可能不是很好 包括疫苗的賠損 防疫險的理賠 然後海外的那些債券 他們也是有做損失對不對 所以這些的部分可能看起來 在第二季的財報可能不會太好 不會太好現在就反應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能暫時要先避開來 這個部分 因此你可以看到盤面上面這邊 大概就是選 因為你看到生技股 然後肥料股這些在漲 就表示說大盤那些權重股 基本上都在做整理 這個就要再多等一等 然後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族群 就是在車子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就看的比較簡單 比較好 上一次的時候 我們看的都是像德威台辦 漢磊這些股票 晶片類的 大概都是做一個補典 但最近期大家也都避開 這一些的車用的部分 他們看的是在零組件 就是機械的零組件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像胡蓮 投信有滿 然後上禮拜創新高之後 今天再把上影線的部分 把它給漲回來 這是在胡蓮 然後再來是東漾的部分 雖然有利多 但是不太漲 這個量有一點點不太好 然後核大 核大的部分今天就表現不錯 漲上來 然後有量 有量的部分就要讓他做一個整理 所以有一些股票其實是這樣子 他們在這一次的下跌過程裡面 他們的趨勢已經開始出現到第一個轉折 像第一個轉折 這第一個轉折出來之後 可能會打第二隻腳 有一些還沒有 有些股票其實還蠻弱的 像這些電子的一個部分 看起來都隨時那種要創新低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是跟那個 像核大的部分 他們的指標的部分是已經轉下來了 可是像這些的電子股的部分 有很多都還沒有出現到正式的一個轉折 所以我想大概前前後後 還是要拖到8月11 8月11的附近 是這一次的搭盤的季線 它的扣底值 要由上海封城的這一段 現在大概就走一半 現在還有另外一半要繼續走完 走完之後這一次的修正 才會做結束 這一次的修正 這個時間大概拖一拖一 大概就財報都公布的差不多一半 那個時間大概就是8月11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算 還有一個月 從這個地方扣底值也大概還有一個月 這個整個來看的話就是 看大家怎麼這樣子度過 這一波的修正 對我而言 這裡的股票 當然還是有股票會跌 可是我不太想去放空它 就是說最後面的那一段的時候 你又空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轉折出來的時間點 你會不願意翻多 這樣子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會提前 提前大概 就是從這個時間點 然後慢慢的一個一個要拆地雷 第一個要拆的就是台氣電跟大力光 然後他們拆完一個地雷之後 然後我們就看說 它在那個位置是該買還是該賣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接下來 大家會進入到布局的階段 今天如果是台積電它繼續往下跌 大概也就是400塊 大概就400塊這個附近 整齣關卡等於是補上ADR的跌幅 那麼就做一個交代 做一個交代完之後 我想接下來的第三季的部分 還是會有一些利多 因為iPhone14 還是用它的一個製程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聯發科 聯發科的部分 現在就是說 它還是試出來都是正面的 這個是蠻窄的部分 可是問題是現在市場不相信 因為整個的消費性的部分 都開始出現到負面的萎縮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上禮拜五公布的 美國的就業人口的部分 它居然是一個成長的 所以現在就是 市場的預期跟實際的數字 對不起來 所以要等第二季的財報 一一的做一個驗證 就是說現在市場在炒的經濟衰退 是不是就已經到了 還是說它已經是提前了半年 然後拿出來炒作 如果是這樣的話 等於是過度的提前 那麼第三季 就算它忘記不忘 還是會有跌了太多 然後的一個修正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指數的部分 可能看起來 會有一些的一個新低量 新低價 但是這個新低價 我覺得再繼續追空下去 短期來講再繼續追空下去 我覺得會有存在一定的風險 在地域跌下去 國安基金大概也看不下去 到時候就授權 到時候自己嚇一跳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我覺得可能下方的風險 大概就是13800 那麼距離現在的位置 大概就是3500點 3500點的空間 我覺得如果說你要選股票 其實是可以選到一些 減便宜的股票 所以如果說這一次的 像陽明的部分 對不對 它再跌下去 跌下去的這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它已經漲回到 除息之後的那一根大漲 那一天的大漲的部分 所以我想最後面的這一段 不太適合放空 那有些人就是要吃乾麻禁 追到最後一刻 我覺得有時候你會翻上來的時候 會翻不起來 反而會繼續加空 那這樣子就有點不太合適了 所以我覺得心態上面 開始慢慢的覺得是 逢低做佈局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法輪部分 今天法輪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在期貨盤的部分 外資雖然是賣出了 外資的現貨的部分 給你先看一下 外資的現貨還是一樣做一個賣出 33.91億 可是它很特別的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在做個股的調節 但是它對指數來講 它沒有很騙空 它是買多的 而且我記得上個禮拜的時候 整個外資的倉位 還有大概8000多口的空單 今天全部轉正 是留下2734口的一個多單 未平倉 未平倉 然後自行商的部分也是留多單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就指數的角度 外資它沒有很偏空 但是個股 當然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個股那邊是亂亂的 有些還是蠻弱的 所以它正在做一個調節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不太適合 就是一路的追空下去 這是要提醒大家的 你看法蘇之前它買台積電 台積電它好像買兩天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的台積電 如果它不再跌 買4天 如果說它不再跌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說只跌 大盤大概下跌的空間 頂多就是被金融帶下去了 金融或者是鋼鐵這些被帶下去 帶下去的話 可能空間也不會太大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然後最近其實的漢翔的部分 我不知道他們在這邊 他們買蠻多的 可能是在 不管是火箭也好 或者是這一些的軍機的部分 現在可能要自己打造 所以漢翔的部分看起來好像是 法蘭們倒是買蠻多的 不過它股性不太好 我只看到這樣的一個避險 把它當作是像 像中華電信 遠傳這些的 就是牛批股 然後進去做一個避險 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再來是 電子的部分 這個就不太能夠參考 除了台積電以外 因為它這邊大部分都還是 電子股都還在做一個整理 我們看看投信的部分 投信的部分比較好的就是 上次我們跟大家做追蹤的 自身科的部分 它是屬於機械材料的 車用的這個部分 然後它這個底部就打的蠻 蠻好看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是 季線有回撤 然後再回撤 然後越來越高 然後這個連線的部分 有震盪 震盪然後每一次都突破 所以現在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我覺得它這個圖 可能是有機會去挑戰 這個長期下降壓力線 如果這個下降壓力線可以過 基本上我覺得就還不錯 只是它必須要 它也許給你過之後 再給你做一個回撤 因為它有這個習慣 每次來到這附近的時候 都給你做一次回撤 只是說這一次的回撤 可能不會那麼深 然後會形成一個假突破 然後增拉回的買點 這個買點 然後因為均線拉上去 然後還會再繼續走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車用的零主線那一塊 看起來會比較有機會 有機會 好 那麼剩下的這個部分 可能就是等法縮了 法縮第二季財報 到時候我們再跟大家做一個追蹤 好 那麼如果說今天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麼我們就先到這邊 那記得 記得就是這個禮拜 因為是法縮會 所以大家會觀望 有點像連總會開會 大家會觀望 可是如果是量縮再往下跌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就要稍微冷靜一下 不要太過於追空 到時候可能會有打另外一隻腳 然後那個會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好 那麼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次不好不好 就是合資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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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